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HKG 报视角时间 今集想和大家说的是 轮黄黑打手针对港警 加拿大政客失气道甘堕落 今年7月28日至8月6日 第20届世界警察及消防员运动会 在加拿大的温尼泊举行 香港的纪律部队也有组团参赛 虽然说比赛间曾经发生闹剧 当地黄友借机追击参赛的香港警察 举机拍摄、爆粗肉骂、献丑人钱 但参赛的纪律部队并没有受影响 最终收获97枚金牌、90枚银牌 88枚铜牌的佳积光荣返港 本来以为黄友的丢架 会随着纪律部队海船而落幕 谁不知闹剧还有下文 当地时间8月8日 11名加拿大国会议员、 联署去信加拿大外长赵美兰 和移民、难民及公民部长米勒 要求调查为何香港警察可以透过电子旅行证 获得免签证参加世警会 议员在信中批评警务处处长肖泽宜 破坏人权、摧毁法治 甚至连通缩犯的家人协助调查 都被这班议员上纲上线 还责问日后有什么措施 确保不会发放签证给侵犯人权者 看到这里 真的觉得加拿大很可耻 由2018年12月 加拿大应美国要求 拘捕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 来到今年的5月 加拿大又借故 驱逐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外交官赵毅 结果招致中国反击 勒令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 因日为离开中国 可以见得到加拿大堂堂大国 甘愿做美国的小弟 处处仇宗 但外于中国获力 协于中国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往来 尤其2022年 加拿大由中国进口的货品总值 破千亿家园 即是大概5800亿港元 而加拿大出口去到中国的货品总值 亦创新高 高达279亿家园 即是1600亿港元 两国做生意互为互利 加拿大玩针对 自然好识时务地点到即止 既然对中国毫无办法 香港就沦为替代品 加拿大政客 亦以打稻草人为乐 不过 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加拿大归为北美洲的国家 以国家之威欺凌特区 是何其不对等 更重要的是一件 这么不光彩的事 就是因为有11位国会议员 为了在政治舞台上出风头 随时又要成为中国 和加拿大的矛盾升温的导火线 如果今次议员提出的质询 加拿大当局是认同的话 今次是香港 下次议员的对象 又会不会是中国其他城市呢? 始终中国才是政客们的头红目标 加拿大是不是要选择 和中国全面抹面呢? 或者换个角度说 加拿大真的有和中国断捨离的本钱吗? 以大欺小 固然是可耻 更可悲的是加拿大政客 不单止做美国小弟 还做了皇友的附庸 看回整件事的来龙去墨 明明是当地皇友要追击香港警察 还有人走近香港纪律部队的参赛者 大讲中文粗口 尽显野蛮 这些怎样看 都是说不上是示威抗议 摆明就是滋扰生事 当地警察不要维持秩序 加拿大的政客肆虐无睹 竟然还要帮这些不文明的行动助威 反过来针对依法振暴的香港警察 为了讨好美国 为了取悦皇友 十一位的加拿大议员 自贬从政弃度 沦为皇黑打手 发起追击的组织 即时觉得自己面上贴金 转发相关的新闻并留言 他们是这样说的 多谢各位手足与你们抗争 我们很荣幸 可以和当众爆粗 只要他人的皇黑成为手足 或者要崇光的 反而是月见堕落的加拿大 从政者有所为 有所不为 唯要捍卫人权 而反对香港警察入境 根本就是一个偎命题 否则多次被指控侵犯人权的美军 早就应该在这些加拿大议员的黑名单之上 政客为了一己之私 不介意双重标准 亦都乐意同流合污 为香港皇黑遥气立喊 明眼人自然看在眼泪 话虽如此 事件的决定权 仍然在加拿大的政府手上 屡次在中国问题上撞板的总理杜鲁多 最终会有什么取态呢 相信又会是一次 考验政治智慧的时候 今集的HKG报视角到此 下星期再和大家见面